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نتكلم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ن تفسير آية الكورسي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尊名 今天我们学习 آية الكورسي لماذا تسمى بهذا الاسم؟ 为什么这节古兰经以此作为这节古兰经的名字 因为这节古兰经讲到了 كورسي宝座这个名字 كورس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是 它是安拉的两脚的放的位置 这节古兰经是最伟大的一节古兰经 古兰经有不同的章节 它的古兰经是独一的安拉的言词 古兰经的不同的经文都讲述了不同的 有些是它能够使我们更加敬畏 以至于能够使我们流泪 它是最伟大的一节古兰经 我们什么时候读这节古兰经呢 我们在五番主命拜公之后要读这节古兰经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要念这节古兰经 为什么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谁如果在夜里读了这节古兰经 谁如果在夜间读了这节古兰经 他就会得到安拉的保护 安拉派遣天使们来保护他 恶魔不能接近他 直到他醒来 对于这节古兰经的注解是 安拉是被崇拜的 他是最伟大的 没有应受崇拜者 指出是安拉 所有对安拉以外者的崇拜都是虚妄的 الحي ذو الحيا الكاملة 因为人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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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个被造物 他在之前是没有的 然后安拉创造了他 然后安拉创造了他 以至于给被造物生命 然后他又死去 而安拉是荣生的 何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他所遭遇的自己和其他人 他所遭遇的所有人 他所遭遇的所有人 被用这一词的意思 就是安拉是荣立的 一直执行的 所有的一切事物 都是被安拉所掌控的 时刻所掌控的 一切被造物都对安拉有所需求 而安拉不需要不需求任何被造物 这个荣升的是代表安拉的本体 是完全的全美的 这个荣升的意思 荣立的就是安拉的权力 是荣衡的 也就是把荣衡的荣立的 这两个安拉的尊名放在一起 也就是安拉本体是全美的 安拉的权力也是完全的 一些学者们 安拉联敏他们 他们说 如果把安拉的两个尊名 在一起 从这两个尊名向安拉祈求 安拉是应答的 《犬域》跟《 봐요》 《 detectives》在三个季后 《犬域》 《 幻域》和《犬域》 《犬域》羊生 《犬域》一共三个季后 在这个《犬域》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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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犬域》里边 在这个《犬域》里边 下一节经文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la yana'm la yana'm li'anahu kamil subhanahu wa ta'ala wal makhluk naqas al-si-na muqaddimat annu annu'as wa nuh ma'roof 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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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h ma'roof li'kamali subhanahu wa ta'ala wa kamal haiyati wa kamal qayyumiyati la yana'm wa la muqaddimat annu'm aslan annu'as li'kamali subhanahu wa ta'ala Allah al-nuh ma'ro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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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nuh ma'roof al-nuh ma'roof li'anahu kamil haywa qayyum al-nuh ma'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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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切的拥有者 他是掌握着诸天以及大地 下面又讲到关于舍法 也就是求情 求情的权利 允许谁求情等等 关于求情的一切权利 都是属于阿拉所拥有的 阿拉允许谁才能拥有 一个人做祈祷 只是向阿拉祈祷 一个人如果想在阿拉那里求情的话 也是阿拉所允许某个人求情 才能去求情 以至于我们的先知 阿拉所拥有的 对于人来说 只有安拉允许你知道的 你才能 的确被造 安拉只有允许知道的 他才能知道 比如关于人的灵魂 的实质 只有安拉知道 你的知识 只是安拉 让你知道多少 你才能知道多少 也就是安拉的宝座 超越诸天以及大地 安拉允许知道的 安拉允许知道的 是最伟大的 安拉允许知道的 安拉允许知道的 任何的宝座 任何的 一切的被造 都是对安拉 有所需求的 无论这个被造物 有多么大 它都是安拉的 被造物 是安拉来保护了 安拉来维护了 这个宝座 而不是 这个安拉对他 有所需求 这些事情对于 安拉来说 都是轻而易举的 不是 这个非常 反正 因为安拉是 完美的 全美的 安拉的能力和力量 都是全美的 安拉是崇高的 安拉本身是崇高的 安拉的品性 都是崇高的 安拉是崇高的 我们说 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出是安拉 这节古兰经 这节古兰经 是最最大 古兰经 这节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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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这个 念安拉的 古兰经 提示 让我们进入 乐园 我们在睡觉之前 夜里的睡觉之前 念 二的 古兰经 他的结果 会是我们 受到 保护 其中 包含了赞颂 安拉的 伟大 其中 包含了 崇拜 安拉 独一 其中 包含了 安拉的本体 是全美的 安拉的 王权 权力是完美的 不像 一切 被造物 他 一切被造 都是需求安拉的 安拉是不需求 被造物的 安拉 没有睡觉 也没有困倦 安拉是全美的 是最伟大的 是最伟大的 一切被造物 都不能体力 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 以前的 以及将来的 而且我们学到 安拉的品行 安拉是 崇高的 安拉的本体是 崇高的 安拉的品行 是崇高的 这节古兰经 包含了 五个 安拉的尊名 安拉 和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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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的 和安拉 和安拉 永厉的 安拉 有崇高的 安拉 伟大的 至于其中 包含了安拉的品行 有很多 安拉 他也俩知之